好 同學大家好 接著那個下面的課程 反正我們今天會把這個第一張把它完成 那第一張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第一張後面這個就是考那個自由度 自由度的計算 因為考試這幾年 你們可以看一下後面那個試題演練有沒有 試題演練 那個試題演練的部分的話 這個我沒有把全部的試題都放在這個後面 只有舉這個最近這大概四年以來的這個考題 那你看一下這個題目就很多 那大概題型大概啦 大概都是這些計算的內容 那還有一個就是考一些文字的部分 考一些文字部分 譬如來我們請各位先翻到這個 第十六頁我們來看一下108年 108年官務四等的考題 108年官務四等的考題 好這個考題他說怎樣 他說請你試舉怎樣 列構成機構的八種東西 八種運動隊 構成機構的八種運動隊 然後說明他的自由度各為多少 好這個就是怎樣 不是計算題 這種就是文字敘述的題目 好那八種運動隊 好那八種運動隊 我們說運動隊你可以是 有低隊又有什麼隊 又有高隊嘛對不對 有低隊又有高隊 低隊就是所謂的東西 就是面接觸嘛 高隊就是所謂的東西 點接觸或者是線接觸嘛 好那所以我現在要 他要我們舉例八種運動隊 所以你可以舉例有低隊 也可以有所謂的高隊嘛 好那所以呢同學來 我們翻回到這個 我們今天下午所講的 好請翻到第四頁 好第四頁我們是不是有寫到 就是低隊 他又可以分成 我這裡應該不是三種 我這裡寫六種 就是滑動隊 迴轉隊 螺旋隊 球面隊 平面隊還有圓柱隊 是六種 應該是六種不是三種 為什麼寫三種你知道嗎 因為 這個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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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我是教過那個 教過那個四季二專 四季二專 然後四季二專的那個 教科書 教科書其實只有給幾種 只有給三種 以前 包含我以前在念的時候早期 大概30年前 在念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他所謂的低隊他只有列舉幾種 他只有列舉三種 其實這個講義內容 這個內容其實越來越豐富 越寫越多 以前我們在念的時候 那個教科書老師只有教我們什麼東西 他說我們低隊只有三種 哪三種 第一種叫什麼東西 叫做這個回轉隊 第二種叫做什麼隊 叫做螺旋隊 螺旋隊 第三種叫什麼東西 滑動隊 就三種 就是螺旋 螺旋 螺旋隊 那個滑轉 那個滑動隊 然後再來是螺旋隊 再來是那個東西 那個回轉隊 就三種 以前我們學的就只有這三種而已 但是到後面 這個內容越來越多 其實這個其實都是 我們講 那個以前教科書大家都是看什麼 就看國外的那個原文書 現在原文書 那種機構設計的那個 機構原理或機構設計的那個原文書 現在寫到的那個滴對 就所謂面接處 現在寫到幾種 就我們現在有看到這六種 已經寫到六種 這六種 以前 以前早期教科書還可以寫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我剛才是講說滴對 滴對是面接處 那它的自由度 自由度 自由度通常是多少 通常是一 但是早期的教科書 早期很多那個補習班的講義或教科書 他會告訴你說 滴對的自由度是多少 他沒有寫說 常為一 沒有寫這樣子 他是寫為一 就是自由度 滴對的自由度就是多少 就是一 他沒有講說 常為一 因為我剛才有跟各位舉例過的 就是我們圖 第五頁的一之六 一之七 一之八 這三種也是屬於滴對 但是你發現這三種的自由度 有沒有都是一 不好意思 沒有 他自由度都比一來的大 所以滴對的自由度 不會見得 不見得會是一 他有可能比一來的大 但是以前我們在學的時候 以前我們在學的時候 就是教科書就告訴我們 學校的講義 學校的教科書 還有就是補習班講義 都只告訴你說 這個自由度 滴對的自由度是一 不對 滴對自由度是常為一 好 那剛剛 回到剛剛的那個問題 108年的那個官務特考 他說請你舉例成為機構的八種運動隊 然後 說明他的那個自由度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滴對的這六個 滑動 回轉 螺旋 球面 平面 還有那個援助隊 把它寫進去 好 然後再來 再來 就是這個跟機械製造一樣 先把寫大標題 寫完之後再慢慢的去細寫 然後甚至畫圖跟他解釋 這樣分數你就會拿的 我個人會覺得 就應該可以拿很漂亮分數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這六種寫完了 好那我說運動隊不只只有滴對 你也可以有什麼隊 你也可以有高隊 那高隊的話 我們說高隊的自由度 你還可以寫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還可以再寫個 像我們說高隊 像齒輪隊是不是高隊 對啊 齒輪隊也是高隊啊 他也是機構啊 摩擦輪隊是不是也是高隊 對啊 他也是高隊 因為他們是限接觸 對不對 是限接觸 好 然後呢 凸輪隊 凸輪隊也是什麼東西 也是 高隊 對啊 因為他是有滾動家的東西 滑動啊 所以他也是也是屬於什麼 也是屬於高隊的那個機構 那個機構啊 機構的高隊啊 的運動隊啊 所以呢 你是不是又可以把這三個又補進去 所以他說他要寫幾個 他是不是說要八個運動隊 所以你是不是就寫完了 你不瞭解我的意思 然後呢 你就分別在這個運動隊 低隊跟高隊後面補上他的東西 補上他的自由度 那低隊自由度的話 前面三個都是這樣 像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回轉隊 我們的 滑動隊 然後我們的回轉隊 我們的螺旋隊 自由度是等於1 那後面三個 就是圖1-6 1-7 1-8 這個叫什麼 球面隊 然後呢 平面隊 還有一個叫什麼隊 叫圓柱隊 這三個的自由度 是不是分別是 3 然後呢 再來是3 再來是一個多少 2 對不對 1-6的自由度是3 1-7自由度是2 1-8自由度是4 也是 抱歉 1-7的自由度是3 那1-8的自由度是多少 是2 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個自由度補在後面 好 那剛剛我們後面一次又補了3個 因為他有8個 你寫剛好8個給他就好 比如說你補一個齒輪跟一個摩擦輪 然後他們的自由度各是多少 他們的自由度是不是也是2 因為他們是高隊是現接觸嘛 這樣那就我意思嗎 那你可以寫說 低隊有6個 高隊是 就高隊有2個 他的運動隊有低隊跟高隊 那低隊有6個 那個高隊有2個 那低隊前面3個自由度是1 後面3個自由度分別是3、3、2 然後高隊的自由度有2個 就是我們的齒輪隊跟我們的摩擦輪隊 那他們的自由度各是多少 各是2 這樣這一題你是分數就這樣 就拿到了 OK 我其實講義一開始我後面其實都有寫什麼東西 這個題目是幾分 但是補習班好像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我為什麼要留那個分數你知道嗎 就是要讓你知道就是說 原來這個分數要賺其實怎樣 還蠻容易的你知道我意思嗎 像這樣子一題我記得好像20分還是25分 就是你這樣寫一題就20分25分 你是幾乎等於這張考卷的大概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分數 你已經怎樣 你已經拿到了 所以這個考試我曾經 我今天一開始說我說考原理的部分 原理的部分的話就是大概有 二分之一是記憶性的題目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應該也可能不到二分 他計算也是會考 也是會考 是說這個大概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那個記憶性的題目 就是要怎麼講 要看一下 看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接著我們往下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第七頁 第七頁 我們來看一下第七頁 那第七頁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平面 平面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自由度 我們來看一下平面機構的自由度公式的 平面機構 我那個地方是寫平面運動鏈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是平面機構了 平面機構的那個自由度 我們來看一下 平面機構自由度 好 來看一下 那這個公式請各位同學要怎樣 這個請各位同學要記 這個真的要請各位同學要記 因為這個 平面機構 我們考的計算題 我們所考的計算題就是 都是套這個平面 這叫Gruber的那個 equation 這叫Gruber equation 那這個公式 這個 沒辦法 這個要請各位同學要記一下 要記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平面 平面機構 自由度 自由度 自由度的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 自由度 我習慣用F來表示 好 那這個F 可以寫成三倍的 我用小寫 三倍的N-1 減掉兩倍的P 再減掉S 好 那在這個地方 這個N 這個N 這個N是代表什麼系 這個N是代表我的基件數 我的機構裡面有多少件的基件 好 那這個P 是代表我機構裡面的什麼系 的對偶數 對偶數 或者是街頭的數目 或者是我的街頭 街頭的什麼系 街頭的 我寫對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好記 不要再造成各位困難好了 好 那這個S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什麼系 這個是滑動兼滾動 滑動兼滾動數目 兼滾動 好的數目 簡單來講這個公式這樣 但是你去看有些教科書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P 有些講 那個教科書他是這樣寫的 F等於三倍的N-1 減掉兩倍的J2 減掉 減掉J1 這樣子 他是寫成這樣 他用J 他那個J的意思他是用什麼系 他那個J就是告訴你說這個 我們剛才是有講G速度對不對 G速度 你把G速度跟你的這個受限制 這個自由度把它兩個加起來 就是這個鋼體它的什麼系 他的這個在沒有G速條件之下的自由度 他那這個J2就是什麼系 這個J2其實就是指他的那個G速度 G速度為2的接頭 其實這個說法跟那個說法是怎樣 跟左邊那個我們寫的公式其實一樣的意思 只是說那個我們是用隊偶的數 那隊偶數的話就是比如兩個基建我們說可以形成一個隊偶 是形成一個隊偶 那兩基建形成一個隊偶的話 那跟我們的這個G速 跟我們的G速度 跟我們的G速度 這是G速度為2 G速度為2 其實他的說法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是不要G速度為2 我們不要把它怎麼講 就是記兩套 就記一套就好了 我個人是記左邊那一個 我解題我都是用左邊那個來解 會比較怎麼講 你會比較習慣 為2的接頭 你知道我們的G速度這樣就可以了 那個公式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好那你記左邊這個 好 好那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我們來看一下 戴這個口罩都會穿大氣這樣子 都會穿大氣 沒辦法 所以我比較怕死 我就戴這個N9 因為像我昨天開會 我昨天開會 昨天 昨天跟前天我都開會 去開會開了一整天 因為 因為還有一些其他的藥物這樣子 所以昨天跟人家開會開一整天 開一整天那個裡面東西人 都三四十個 三四十個人我就戴口罩 不然真的很可怕 我都戴這種N95等級的 比較怕死 因為 因為這個人家說輕症 我說實在話 輕症我就會看看個人 不見得怎樣 每個人都會是輕症真的 你體質假如不好 抵抗力假如比較差 那有可能會變重症 變中重症這都有可能 所以 就是同學還有大家 不要覺得說 那個沒差 我跟你講 我上個禮拜去買菜 我到哪個地方去買菜 就之前那個很嚴重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環南市場 我去那個環南市場買菜 因為我爸 因為我們家都 我爸就是爸媽都退休了 然後 以前都我爸在買菜 我爸媽年紀都大 我疫苗 人家說什麼長者要去打疫苗 但是我說實在話 就是 你說要跟他賭嗎 這有點賭博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想一想 那我跟我爸媽住在一起 我覺得我比較乖 我打疫苗 我也不要四處亂跑 其實我生活也很簡單 也沒有什麼四處亂跑 我們就用我們的免疫力 用我們的這個 疫苗的這個覆蓋力去保護他們 我是這個想法 好 那我也不讓他們出門 就是去買菜去幹嘛 我就自己去環南市場買菜 結果你知道我去買那個魚有沒有 沒有很好玩 結果我就 那個老闆娘找我錢 我都會幹嘛 我都酒精就這樣噴 就噴 這個 這個 那個什麼 很多人都種了 那種了沒什麼 不會怎麼樣 然後 然後你知道他那個魚買完之後 他不是幫我打包 然後隔壁灘剛好怎樣休息 他就把我 他說我不要放在 因為那個 那個前面那個很多魚 他的包裝完之後 他是直接放在前面那個魚跟那個冰塊上面 那個塑膠袋是不是髒髒的 就下面沾到那個 那個冰塊或其他的水 然後他就幫我怎樣 好心的幫我放到隔壁灘 因為隔壁灘休息 隔壁灘在那旁邊 他放在旁邊 乾淨的那個 那個那個桌子上面 好 結果我說 老闆娘隔壁怎麼沒有 沒有賣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跟我講 他跟我說 隔壁灘 確診 所以怎樣休灘 我想靠腰把東西放在那裡 這樣子 就 我也不是怕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後來你知道怎樣嗎 我進南 那一包魚我忘記拿了 我忘記拿我就回家 那回家我媽就問我說 你有買什麼東西 要買什麼東西 我說我今天有買魚 結果後來 魚怎麼不見了 魚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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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糟糕 會不會是留在什麼什麼 那個市場那邊忘記拿回來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再跑一趟 我就回去 然後回到那個魚灘 老闆還跟我說 年輕人 你是不是我跟你講說 隔壁灘確診 東西放在他那個桌上 你嚇到了 所以你魚忘記拿 這個有點開玩笑 但是我說實在話 那個染疫說真的 不要開玩笑 真的 不要認為說他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樣 流感都會致命的 何況是這種Omicron 這種 這種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COVID-19 五萬肺炎這個 這個真的我說實在話 真的 沒有人知道 就是盡量能夠散就盡量散 不要跟他賭 不要想說我中了沒關係 聚餐幹嘛沒關係 我說實在話 你自己也不要講你喜歡 你自己你覺得不在乎染疫沒關係 但是你會嚴重影響到誰 你身旁的人 最怕是影響到你身旁的人 因為一旦你中獎之後染疫了 你身旁的人也要跟著隔離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隔離 你如果說 好啦你們家 這個生活條件經濟狀況還不錯 可能隔離就一人一間 假如你們家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 兩個衛浴以上的 家裡裡面有兩個衛浴 三房兩位兩廳那一種 至少還有一個什麼隔離房等等之類 萬一你們家很多人都怎樣都染疫了 那你要怎麼隔離 你很到環境才好 你說好那我去住什麼去 例如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 一天也要多少錢 一天也要一兩千 一千多塊住不到了 大概也要兩千以上 兩千多塊以上 你才會住得到 你還要你還要就是住 又不是只有住一天而已對不對 你住的時候你有沒有收入 你是沒收入的 你是沒收入的 你雖然是說可以政府好像說什麼 染疫後第幾天可以申請什麼 每天多少的補助這樣 問題是 那個錢根本怎樣 根本沒有辦法彌補你的經濟損失 你知道嗎 所以還有加上你看 你沒有經濟來源 你如果說你家比較有 你家比較有錢 經濟環境還不錯 就說ok那ok去住那個也無所謂 沒差 但假如你今天你的經濟狀況是 還可以而已 或者說比較差的 你腦筋去躲在什麼防疫旅館 沒有辦法 而且不是只有你去住 假如你們家很多人都中獎染疫了 是是 大家都要去住 你錢從哪裡 又沒有收入 所以真的不要把這個東西 就想得好像很簡單 其實那個很麻煩真的很麻煩 你仔細想想就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真的要怎樣 要注意這個 這個自身的安全跟健康 我說實在話 這個不是在開玩笑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樣子 各位真的要正式認真的怎麼樣 面對他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平面的這個機構的自由度公式 這個請各位同學要記一下 要記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請翻到第八頁 第八頁這裡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的自由度 我們的自由度 我們的自由度 角是大於1等於1跟小於1 有什麼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自由度是小於1的狀態 好自由度小於1的話 這個叫做什麼系 這個就是我們的基建之間沒有相對運動 機構不能動 機構不能動的話 他就是一個什麼系 他就是一個呆鏈 他就是一個呆鏈 就是 就不是一個機構 我們說機構要能夠產生什麼系 相對可以預期的運動 這個才叫機構 好 所以他是一個結構不是機構 好 但是我們的F小於1的話 因為我們的F 我們說自由度 自由度我可以是小於1 我也可以是等於1 我也可以是大於1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從F等於小於1的來探討 那小於1的話 我說他就是一個什麼構 他就是一個結構 他就是一個結構 他不是一個機構 他是一個結構 他不能運動 好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的講義裡面 是不是有寫到F怎樣 小等於0 F等於0的話 他就是一個什麼系 就是一個禁定結構 那F假如是小於0的話 他就是一個什麼系 不禁定 禁不定結構 禁不定結構 那什麼是禁定 什麼禁不定 你們在力學你們應該 力學老師應該會跟你們講 禁定就你們 各位學過力學最簡單 我隨便舉例 你們應該就知道這個意思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作用力叫F 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怎樣 可以把這兩個支撐反力算出來 因為這個叫繳接 繳接在這個我們力學裡面 有告訴我們說最多會有幾個支撐反力 最多會有兩個 這是滾輪 滾輪它最多會有幾個支撐反力 會有一個支撐反力 最多 那所以 這裡會有兩個位置數 這裡會有一個位置數 好 好那我們知道這種平面的這種力系 這種平面力系 這種平面 非平行非共點的力系 非平行非共點的力系 像以這種力系來講的話 這一種它最多會有幾條方程式可以用 它是最多會有三條方程式 三個equation可以使用 三條方程式 好然後它最多只能解幾個位置數 這個以前國中數學 你應該就知道這種概念 它是最多有幾個位置數 你是最多只能解三位置 因為你只有三條方程式可用 一個叫sigma n 等於0 一個叫s方向合力等於0 一個叫y方向合力等於 所以你最多會有三條方程式可用 所以 你最多只能解三個位置數 好那剛剛好 三個位置數 剛好有三條方程式 所以這個可不可以把 ab點的反力解出來 可以 所以這個解出來 這個我們就稱它叫什麼系 這種就叫靜定結構 靜定 叫靜定 就是我的方程式數目 跟我的位置式數目是相等的 這種就叫靜定結構 靜定結構 好 然後什麼叫靜不定結構 靜不定結構 就是你的方程式的數目 跟你的位置式數目怎樣 沒有一樣 譬如我舉例 像這個 譬如說這裡有個固定 有跟兩 這個兩 兩端都是固定端 固定端 譬如說這裡有個作用力 這個叫F 好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力學 力學裡面 我們曾經學過就是說 固定端的支撐反力最多會有幾個 譬如說這裡是A點 這B點 好 那A點的支撐反力 A點的支撐反力 它會有三個 固定端會有三個支撐反力 一個是 這個S方向 一個是從系 Y方向 一個是從系 他的從系 玩具 最多會有三個支撐反力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是X方向 這個是RAS RY 這是RBS RBY 這個方向隨便你畫 為什麼 因為你假如算出來的答案 一定會有一個正負號 假如算出來是負號的話代表跟你的假設方向怎樣 相反 我們現在這個都假設方向 假設方向 好 這裡有一個MB B的玩具 所以它在支撐 固定端的支撐會有三個反力 所以你看這個位之數有幾個 這個位之數總共有六個 但是我們說假如以這種平面的這種非共典非平行力器 我的方程式最多有幾條 一樣還是三條 三條 我有三條方程式 好 但是我現在的位之數有幾個 位之數有六個 有六個位之 好 那六個位之的話 你發現我的方程式數目少於東西 位之數數目 所以位之數我們會有幾個會解不出來 我們會有三個位之數會解不出來 就是位之數數目大於方程式數目 所以這個怎樣 這種位之數的數目大於方程式數目 這我們就稱之為叫什麼定 叫進不定 這種叫進不定結構 進不定 好 那進不定的 的數目越多 你看現在是差三個 你的進不定的數目越多 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結構會越怎樣 越安全 你發現這兩個結構 你覺得誰比較安全 你想也看得出來 兩端固定 兩端固定 那是一個腳接 類似一個蕭插在這裡 這是一個滾輪 會滑動的 你看這兩個 你就發現這個其實安全多了 所以我們進不定的數目越高的話 代表怎樣 代表這個結構越怎樣 越安全 越安全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假如我們F是小一的話 是指什麼 是指那個結構 是結構 因為它不是一個機構 機構是會運動的 好 然後這個結構 它又分成兩個 一個是F怎樣 F小是等於0 一個F是小於0 等於0小於0 那假如是等於0的話 我們說它是一個什麼結構 它是一個靜定結構 它是一個靜定結構 好 然後F假如是小於0的話 我們說它是一個從事 它是一個進不定的一個結構 OK 這個是跟各位說明的 跟各位說明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接著往下看 好 那F角等於1的話 它就是一個從事 它就是基件間有相對運動 然後輸入基件的位置確定後 其他基件就會幹嘛 的位置就會跟著這樣 就跟著確定 可以 可以確定他們的預期運動 運動可預期 它是一個拘束運動鏈 那拘束運動鏈就是一個什麼系 就是一個機構 所以F等於1它是一個什麼系 F等於1是一個機構 它是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 既然是機構 它是一個可以預期的 可以預期的 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F大於1 它也是可以怎樣 有相對運動 但是呢 它輸入了一個 給予一個輸入的一個條件之後 其他的基件怎樣 一個基件你輸入條件之後 另外其他基件會跟著動 但是問題是其他基件怎樣 的位置你沒有辦法怎樣 確定 它會亂跑 跑到哪裡你知道 所以 其他基件位置無法確定 運動不可預期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運動鏈 無拘束運動鏈 所以它不能視為是一個什麼系 它不是一個機構 它是一個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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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一個機構 因為你沒有辦法預期 它會運動 我們說預期它運動的東西 的行為 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它是一個拘束運動鏈 這個是一個東西 非拘束運動鏈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 假如我們今天的F角是等於0的話 它是一個禁定的一個結構 那F小於0的話是一個禁不定結構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F小於1 它只是一個結構 不能是一個機構 那既然是結構的話代表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假如以鏈來講的話 以那個連桿機構來講 它就是一個什麼系 它就是一個呆鏈 它就是一個固定鏈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這個文字 它說自由度角是正的 就是一個機構 那連桿之間可以做相對的運動 然後它自由度是真的有可能 是一個拘束 也有可能是非拘束 都可以做相對自由運動 那自由度角是0 它就是一個結構 不會有任何的運動 但是自由度有沒有可能是負的 有喔 有可能是負的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F是怎樣 小於0 好那小於0的話 它就會成為一個東西 沒有運動的東西 預壓結構 就是你看到圖1之11的最右邊那個圖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讚 按讚